大家好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0306文字的撰写 以及尺寸标注的做法说明 在这张图里面 考试的过程 它所指定的图面的比例 应该是在 三十分之一 因此在绘制的时候 就必须要来设置相关的设定 它必须要来符合 三十分之一的出图比例的规定 在CNS的规范当中 关于文字的高度 大概有三种高度的规定 首先第一种就是图名 图名的高度 不论它是多好的比例 但是它印出来的时候 在纸张上面的高度 必须是一公分 那么第二种文字大小 就是我们的空间的名称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预测电梯间 类似这样的文字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第二类 第二类 那这样的文字呢 在图面上 我们把它归类成 叫做空间名称 它的中文字的至高 在CNS的规范里面是0.4公分 那么通常我们在电汇的时候 我们会试着再将它缩小一些些 可能在0.3公分 基本上也是可以接受的 当你图面上的资讯 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这个文字来缩小 因为现在的这个印表机 它的这个输出的解析度 都相对的高 因此我们可以 适当的把文字 再做一个缩小 它同样的能够看得清楚 但是大家要记得 在CNS里面的规范 针对手绘的部分 它希望这样的制高是0.4公分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我们的文字 就是我们的英文字以及数字 由于它的笔画比较单纯 比较少 因此在输出的时候 在CNS的规范当中 英文字跟数字它的制高是0.25公分 那同样的在电汇里面 我们也可以将它适当的降低 渐渐它的高度到0.2公分 总归来讲 在这个上面 图面上会有三种的制高 有我们的图名 有空间的名称 以及我们的英文数字 制高分别是 印出来的制高 1公分 0.4公分 0.25公分 因此我们在写这个文字之前 我们要来先做一个设定 好,我们再来看看文字怎么样去做设定 回到我们的图面上来 好,那我们在写文字之前 我们必须要来先定义我们的文字的字型 在文字的字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夏拉斯功能表里面 我们已经定义好了有三种字型 因为在之前我们已经把平面图完成了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在这边我们看到了图名 他所使用的字型名称 叫做微软正黑体 宽度系数是1 那么请同学们注意到 在这个地方我们高度是不设定的 好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空间名称 在这里呢我们搭配了一个 本身autocad自带的字型 大家可以看autocad自带的字型 它的字体的前方 有一个看起来像圆规的符号 那么这种字型呢 笔画单纯 绘制速度快 因此我们会非常喜欢使用它 那因为这种字型 只能够来显示英文字跟数字 因此呢我们必须将使用大字体 这个功能打开 再另外指定一个中文字型给它 chinese set 那这个本身是autocad所提供的 也是autocad自带的字型 在这边我们把它的宽度系数 设定为0.8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英文字跟数字 我们同样的做法 romance 搭配 chinese set 宽度系数到0.7 就因为我们刚才提过了 它的笔画比较单纯 因此我们希望 能够拿这个字啊 能够再把它紧密一些些 好 有了这些设定之后 我们开始来写我们的图名 那写字的时候 过程当中注意到 我们有两种文字 这边我会建议大家 以目前我们图面上 所看到的文字 都属于单行文字 所以我们点一下单行文字 这时候电脑会问你对证的方式 可以点一点指定它的高度 30 那为什么是30呢 30在我们图面上 它所代表的含义就是 制高30公分 30公分的制高 以30分之一输出 这时候它印出来的高度 就会是1公分 大概是这样定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输入 用CRODE T 剖面图 RODE T 剖面图 RODE T 剖面图 好 做都完成之后 我们把这个字型选好之后 来改变它的这个字型 让它变成是我们的图名 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字的大小 大约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后面的这个北例词呢 你可以用拷贝的方法来做就可以了 拷贝 点两下就可以做修改了 这边的话我们就输入S等于 1比50 大概是这样 当然这个字高啊 我们可以稍微把它缩小一点点 在这边我们可以选择性质 来修改它 性质的视窗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调出来之后呢 一看 我们把这个字高 改成一半好了 剩下一半的高度就可以 好 那有了这个 基本的这个字文字之后 剩下来的就简单多了 因为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它 拷贝过去 然后做一个修正 修改就可以 好比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图面上看到的有 预测跟电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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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来修改它 电 电 电 好 只能打一个字 没有关系 我们再来慢慢地改变它 那当然这个字啊 我们应该把它改成 空间的名称 电 那这边的话 我们要特别来解释一下 那我们大家看看这个图面上 它这个字写起来是纵向 电梯间 或是说预测 那 我们有没有 可能直接在写这个文字的时候 就把它写成长条形的呢 我们来试试看 电 当你要把它断行的时候 你发现到 哇做不到 电脑又认为你已经速度结束了 所以 在预设的这个过程当中 电脑它认为你只要写 都有事写水平的这个文字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整个的中文制度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的时候会希望它写出来是直的文字 这时候该怎么办 我们进到这一个空间名称里面 我们把这一个垂直的功能打开 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到 它就可以会有垂直撰写文字的功能了 这个时候你看继续写 电 T 尖 甚至你可以用空白键把这个文字挤出来 我想这个是autocad自带文字 非常 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方 因为在过去 在过去 在过去啊 我们都以为这个字要分开来 这个额外去写作 但实际上不懒 你其实可以 只要在这个里面 我们字型设定当中 指定autocad 的这个自带字型 你就可以 帮它变成是一个垂直的这个文字 但是 这个量在做的过程当中 注意到我们的中文输入法 一直困扰着我们 预测 5 然后这一个是预 7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出一个中文字的字型 当然这边写完之后 你还是要把它的字高修定一下 中文字的字高 我们希望它输出的时候 字高是0.4公分 如果以CNS规范来讲 它是4公分 那么因此 我们在这里面 设定它的字高 就是12 那怎么样算出来呢 你可以实际上用比例 乘上它输出的字高就可以了 因此是30 乘上0.4 等于12 当然你说 那如果说电脑电汇 你希望字小一点 那当然也可以 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们设定成 事实是OK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写一下 这个有关里面的这个注解文字 当然这个注解文字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图面上的要求 你会发现到这个字实际上比它来的大 换句话说 其实在这一张图来讲 我们除了这个字之外 我们还有这种字跟这种字 那这种字呢 才是我们刚刚讲的 字高0.3 那这边的话 反而是像它大一点点 但是因为这两种字 同样都用到相同的字型 因此我们待会在撰写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一些问题 因此 在这个地方 我决定空间名称 我们再来新建一个新的 叫做空间名 但是它是水平的 H horizontal 那这个空间名的是垂直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水平的打开之后 我们把这个关掉 那我们就知道说将来这个字 是专门为了撰写水平文字的 比方说我们今天停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改变它的文字的字型 让它成为H 水平的字 你可以看到 这个字立刻就转变过来 当然这边 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文字的输入 12公分高的踢角 点两下 12cm高 12cm的高踢角 好 说完之后 我们把它改变一下它的高度 在这边 我们希望它的高度 印出来0.3公分 所以稍微把它 缩小一点往上移动 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因为是文字助记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红色的部分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画起来 画线画起来 这边的话 老师会建议 我们就用聚合线画画就可以了 画完之后 转弯一下来 然后呢 给它一个甜甜圈 DON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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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好吃的食物 甜甜圈 大家知道 它有一个内径 跟一个外径 当我们把内径 变成0的时候 它就会是一个实心圈了 那我们的外径 给它来一个3 看看是不是大小恰当 基本上我觉得3 看起来是蛮适合的 因此这个部分 我们就把它搞定了 那它的图层 我个人觉得 应该把它移动到Other Other图层去 好 完成了一个文字写作之后 当然其他的 你都可以比照办理 那这边我们再来示范几个 就让同学们来操作 我们把这一个部分 把它拷贝起来 拷贝 往上 这边我要来 标示櫻木扶手 跟栏杆 栏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字 其实在这个图面上 它在表示的方式 是有点斜斜的 这边 我们就要来用一个 比较高级的技巧 我们用这一个 拉伸的技巧 多重选择 很可惜只能选到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 之前我们在做的时候 好像可以选到两个 没有关系 不行的话 我们就再把它画一次 这边我们就用复制的方法 把这一个线 把它再复制一上 那这样这两条线 就看来对齐了 是比较好看的 我们来改变一下 硬木扶手 硬木扶手 然后它的尺寸是6乘以12 底下这边的话 就是1寸的方铁栏杆 1寸的方铁管栏杆 我想其他的部分 就依序的 用这种方法 就可以把它完成了 这是有关文字的部分 我们就不多多一一的说明 那在这边 反而我觉得这个字 其实看起来是有点小 我们可以把它调的大一点点 让它看起来 整体图面上的比例 是比较舒服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尺寸的标注 那尺寸标注 实际上在这一个 我们平面图绘制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定义好了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我们有定义好的几种 尺寸标注的形式 CC30 DD30 跟SS30 如果是你不了解的话 可能请你回去看一下 我们在平面图上面 尺寸标注形式的这个设定 好 既然有现成的尺寸标注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标注 在这边 首先我们来标一个80的 尺寸标注 一旦标好之后 我们把它改变到 这一个标注的形式图层 另外我们图层打开 那么这个80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以这个字 跟这一个图面上来看起来 应该是接近 我们来看看实际上 里面的设定是如何 SS31 在这个里面 相关的设定 我们之前都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比较关心的是 后面这一块 这边的话 目前是设定成0.5 换句话说其实 按照我们之前讲过的 0.3才是我们真正三十分之一的大小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字 大约是怎么大 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当然0.5也OK 那怎么样来判断 到底这个字大小是多少 比较恰当 我想还是要以整张图面的比例 看它的关系 跟相关的配比 才能够决定 到底这个字应该是多大 那概略的原则就是 我们可以去调整 刚刚看到的 这一个整体比例 好 有了这个设定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 把我们的尺寸标注给它做完啦 在这边 我们依序的 来标示 到结构体的部分 那这边要请同学们注意到 我们在做这个尺寸标注 它基本上都是在标这一个结构体 标结构体 好 那这边标完之后 我想找一个 连续标注 但是这边 看不到 没看到连续标注 那没有关系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标 从结构体到结构体 你可以继续按Enter 结构体到结构体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面 上的尺寸标完 当然在这个阶段 其实你也可以 把这个图层暂时的 给它关闭起来 把它关闭起来 把这个东西 换到Dimension图层 然后把这一个粉刷线先关闭 那这个时候你再来标示 我们先切换到Dimension 再来标 但是这个粉刷线先关闭起来 那你会先发现到粉刷线 关闭起来 当然有它的好处 我们在标的时候 就肯定 不会选错 这个图层 粉刷线 关闭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地 标注我们的尺寸 从这边到这边 当然这样的做法 我想也是非常的保险 很多时候 我们在应付考试的时候 我们也会用另外的方法来作业 当然 如果你对你自己画的图 非常的有信心 你就一一的把它标示起来 观察一下 看看你绘制的图面是否正确 好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一个剖面图案 在这个图面上里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些剖面图案要做设定 包含这边 这边跟这个地方 当然还有这边也有 那现在先选不到 没有关系 我们来设定一下 那在这一个图面 我们所用的这个断面 看看在什么地方 应该是叫做 AirSand 可能还蛮比较恰当 0.2 AirSand 比较属于一个叫做 酥气混凝土的这个图案 所以大家看到有很多点点点 但是呢 可能有些人觉得 这个好像不太像 或是怎么样 那没有关系 其实你可以再去增加 等于说你再点一层上去 这个 这一个图案上去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要来选择一下 看看哪一个 看起来比较适合 那目前看起来 AirConcrete AirConcrete AirConcrete的话 就会有一些石头 历史在这个上面 所以看起来就更加的像 更加的像 好 这个是有关我们的 这一个 剖面图案的这个 灰子的方式 到这个地方 我们整个的楼梯 剖面图的讲法 就告一段落 那最后 我们再来补充一下 在左边的这一个地方的 标注的方法 那在标注出来的结果 它当然是不 不如我们的一期 因为 你看图面上 它写的这个尺寸是 叫做 16 小老鼠18.75 但是我们自动标上去的时候 结果它会变成300 所以你可以点两下 去做一个修改 所以把它输入16 小老鼠18.75 等于300 好 打完之后按Enter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字 就完整的输入完成了 这边我们可以把相关的图层 全部打开 当然这边要提醒大家注意到的 所有的文字 都应该要回到它正确的图层 在图面上 颜色看起来 才会符合它的要求 好 我们等今天的课程到这边告一段落 好 谢谢大家 下次再会